本栏目由成都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为您想更多为您做得更好 欢迎关注今天的天房产 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四川的楼市动态 4月5号 百岳城携手沃龙谷乡村俱乐部联合举办的 首届青少年高尔夫运动免费培训班报名正式启动 当天不少孩子在父母的陪同下争相报名 据了解 类似这种针对青少年的免费高尔夫运动培训 目前上属城东首次 在整个西南也受罕见 培训班教学导师均由沃龙谷高尔夫学院专业教练执教培训 并设置专业课程培训 具备高水平的专业高尔夫技能及丰富执教经验 据了解 百岳城立足城东大面板块发展多年 目前在售项目为百岳城二三期 产品为高层景观住宅和谍拼 南北通透 户户采光 大尺度开间设计 极大的提高了居住舒适度 成都和愿 外境上五百米树居大航 一无两河三公园 回归城市 愿落生活 成都和愿 在经历了2013年房地产市场的异常火爆之后 让各界对楼市的后续调控格外关心 而就在限购升级难以奏效的情况下 房产税如何出台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无疑是房产税出台的强大助推力 与此同时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究竟能对房价回归起到多大的作用 各方却看法不一 首先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就是看跌房价一派的代表 他表示 如果我国确实能兑现在今年6月出台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 并于年内实施的话 房价马上就会跌 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则公开炮轰房价暴跌论 他表示 2014的楼市肯定不如2013年火 但是如果谁信中国房地产会崩盘 那脑袋就有问题了 而与潘石屹和王健林略显激进的说法相比 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的看法则更加的中肯 他表示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建立将主要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房产信息的透明 而另一方面有利于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有力执行 至于对楼市产生的影响 马光远说 短时间内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虽然关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影响 各家众说纷纭 但最终的效果还要等到正式实施后 靠市场来检验 有业内人士认为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有利于打破现有的利益枷锁 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 而据了解 目前国土部已经选择了 郑州 南京 宁波等几个城市来进行试点 今年年初这几个试点城市 已将试点工作纳入到了政府工作计划当中 虽然成都此次并不在试点范围之内 但这几个城市的试点结果 无疑将影响成都未来楼市的发展方向 对于郑州入了不动产统一登记试点城市这一消息 不少业内人士直将信将疑的态度 而郑州市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也表示 目前尚未听说郑州成为试点城市 而与之相对的 宁波作为试点城市的消息 已经得到了当地国土资源部的证实 对于郑州即将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消息 购房者更多的则是关心政策对房价是否会造成影响 同时也有一部分市民对集体土地房屋如何登记提出了疑问 而此类问题在成都的楼市中也同样存在 市场上的小产权房 村盖房以及因为种种遗留问题 而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主管部门对这些房屋也缺乏有效的登记和监管 但有不少市民都持有多套这种未在房产部门登记的房产 如果没有长置有效的监管机制建立 那么对这些房屋的监管也将会是一大问题 将会导致房产市场的混乱 虽然目前针对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条例的相关事宜 及具体的执行方案还在进一步的商讨之中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施之后 拥有大量房产的个人将会很快被确定 这对反腐的作用不容小视 可以预见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实施 将有利于摸清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情况 让宏观调控能够更加的行之有效 很多人在走出校园之后 就非常的怀念自己的大学生活 那希望能够与高校为零 这样不仅能够很好的去体会 自己的大学时光 更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在文化氛围当中健康成长 而圣源学府名城就坐落在了 西南交通大学西浦校区附近 占据了大学校园的风光和西湖美景 这个项目还做了良好的规划 所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具备 因此它被称为了成都高校第一盘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高校第一盘 现在都市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如何生活上 而是如何享受生活 重要的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俗话说得好 人活到老学到老 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浅呢 答案就让圣源学府名城来告诉您 圣源学府名城位于百年名校西南交大内 全面享受西南交大的各类资源 交大里环境十分优美 近湖贯穿校园 交大图书馆藏书百万是您的专属大书房 校园标志性建筑两万四千九百平米的体育馆 帮您实现运动健身梦 校园周边各项配套齐全各类名校聚集 共建全名精英教育圈 各大银行密布 便捷的校园交通体系实现快速出行 周边九千亩西湖公园 让您和家人静享午后假日阳光 在建筑设计上 项目实现了三T六湖的设计 匹配业主尊崇荣耀 两千多平米饭汇锁式底层架空层设计 囊括了更多娱乐修宪设施 智能弱电刷卡系统 让安居生活便捷无忧 精致高尔夫推干练习场 广阔的绿地给您自由的选择 同时项目自身打造近一万平米的社区商业 风情商业间和独栋商业楼 并将引进社区超市和高档商业会所 满足业主的日常商业所需 在项目的规划布局上 既保证了内部不受外界干扰 同时还保证了各栋楼与支援互部遮挡 最大楼间距达到了一百三十余米 并且户户均可以享受三万平米的中庭景观 面积区间从七十到一百一十七平米不等 标准二居二变三三变四各种幻变弧形 让您以最高的性价比实现自己的输居梦想 在投资限购的市场环境下 怎样做才能做到既投资稳当 同时又有良好的收益 众多机名人士把目光投向了投资型酒店地产 而位于成都东大街旁的双地铁上盖五星品质酒店 顶泰国际又成为人们的投资首选 总价十三万当五星品质酒店房东 年收两万全城含有 由四川远维投资集团 2013年鼎立打造的鼎泰国际 引入了明宇酒店集团旗下的五星酒店品牌 明宇丽娅饭店 并由专业的经营管理公司统一经营管理 为人们投资注入了有利保障 该项目位于成都东大街旁 与万象城仅一街之隔 商气人气俱佳 顶泰国际同时处于盘城岗 东客栈万年厂三大商圈的交汇处 地铁二号线和四号线双地铁出口 唐酒会永久会址近在眼前 顶泰国际项目共三十三层 一至六层规划为酒店配套商业 七至三十三层为豪华客房 目前已经现房呈现 对于投资者来说 既可以选择购买酒店配套旺铺 总价十三万 即可获得年租金两万元 同时也可选择购买豪华客房 比如您投资一套六十万的酒店客房 平均年租金将有五万元 首期租约为十年 到期可再续租 总价十万起 当成都东大街旁双地铁上盖 五星品质酒店房东 钻石口岸 高端品质 品牌运营双正齐全 即买即租 即享高收益 讲一套 赚一声 荣耀一声 只做百分之百健康纯实木家具 百木之家 四川金牌家庄推荐企业 成都创新思维装饰 算石会账 装放心房 好 有新的消费者都知道 在这几年在315期间 消费者都可以享受到 争取到很多很多的优惠 而成都创新思维装饰 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在315期间 他们推出了什么类 他们合作十年的各大厂家 推出十年来的最低价 所以消费者可以 最低最接近出厂价的价格 享受品质装修品牌家具 只要您现在选择成都创新思维装饰 就可以花43500元的价格 享受原来大约6到7万的传统装修 好函广东高档墙壁砖 一线品牌地板 成品高端橱柜 石木门等主材 和五金灯具 设计费 管理费 监理费 人工费等辅财和各项费用 活动报名电话 028-6811-6801 这几年很多居家卖场 都打造出了一个新的口号 那叫居家新感受 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 何为居家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居家已经不仅仅的是 包括家具 家装 饰品 生活用品 电器等等实际的产品 更多的是我们体现 追求生活品质 享受舒适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那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 轻松实惠 又能够一站式地实现 这种生活方式 8亿国际家居博览城 就打造了一个居家主题购物中心 那它以后会是怎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我们到现场 去看一看 8亿国际家居博览城 由8亿家居集团 投资近百亿元 全新打造 地处温江 占地面积为500多亩 总规模超过100万平方米 涵盖居家生活全业态 将创立中国 整家消费新模式 开创从家居 向居家转变的新时代 相比目前成都的家居卖场 现成后的成都8亿国际家居博览城 将一改传统意义上的家居或家居卖场的概念 而是以家作为主题和主线 致力打造居家主题购物中心 以多元替代单一 同时成都8亿国际家居博览城 邀请了全球最具实力的室内设计团队 设计出上千个不同风格 户型的样板家 以一比一的形态 让你感受到所见即所得的样板家主张 在后期建设中 项目还将把触觉伸展到美食 超市 休闲广场等更多的方面 今后的成都8亿国际家居博览城 将是一处可以让全家都爱上的地方 现在项目一期15万平方米的原始金铺 首次对外呈现 所有金铺8亿家居集团都将统一经营20年 让投资者和8亿一起改写未来的居家消费时代 如果您也想亲眼见证 不妨到现场亲自了解一下 目前项目正火热登记中 自古以来呢 客厅就是接待宾客的地方 所以可以说客厅是一个家的灵魂之处了 那也是一家之主与密友谈天说地的一个好地方 它能够体现主人的品味 学识和志趣 所以呢 在客厅选择一两幅国画作为装饰呢 应该是可以体现自己涵养和报复的一种方法 不过什么样的国画作品才适合您家的客厅 由创新思维装饰特约播出的天府家居 将会告诉您答案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府家居 我是孟威 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 喜欢在家里面摆放上一些艺术品 来增添自己的生活品质 而艺术品市场又是良有不齐 购买艺术品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展会直接购买 而在本月的19号 成都即将迎来一场名为一方水土的画展 那在这之前我们也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这四位 四川非常知名的当代艺术家 让他们来跟我们聊一聊 艺术品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李辉 李老师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李老师您好 您也是以这个画水特别出名的 我看到您身后的这个画 您画的是这个韭寨 而大家都知道其实韭寨是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水 最美的也是最难体现的 我看到您把这个水包括倒影它的光泽都画得非常好 跟以往我们常见的这个国画有很大的区别 您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留在国外因为它这个水 它有它地铁的 因为它这个孩子面积流酸痛 产生了它这个浮水的一种 凡烂 而且这个烂眼是很悬眼 但是中规化来表现它 你肯定就不能光是以水美的这种形式来体现它的东西 我就借用了一些西化的一些色彩表现技法 揭霍到我们中规化的话中的 所以说中西揭霍了一下 让人又不失去中规化的一些语言 所以这样才把九则给那种精英透明的那种难的水表达了出来 那您画九刀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可能有十几年了吧 一开始画还是不晓得咱个下手 这个还是经过了长期过去体验生活 卸身 而且不断地增样用西化的色彩 因为到规划里面不断地探索过后 慢慢形成了现在的风景 异方水土山水过画展 将于4月19日到5月8日期间 在四川当代油画院举行 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那不管 那你是因为你要减肥 那有人不减肥像我的 我吃三餐四五餐都可以 那问题是 你不能说在客厅里面烧饭啊 烧饭有固定的地方在哪里 对 在阳台 那是烧烤 好啦 你每天吃烧烤 对 长成这样 我告诉你 你会长成这样 就是每天吃烧烤的 你不用这样好吧 你脚痛吗 不是 所以厨房啊 它本来是一个让人家很忽略的地方 反正就是厨房 我去过很多人家厨房 一打开哎呦娘 耗着 苍蝇 对 我没有仔细去打理这个地方 其实真的很影响我们的心情 对啊 有时候如果你觉得 哎 厨房 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房间的话 它会有大不同 心情大不同 做出来菜 即使回锅炒出来又特别香 对对对 因为有心思去研究这些嘛 就那个漂亮的厨房才可以 对啊 那漂亮的厨房在哪里呢 来 某某你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款 比较简单一点的厨柜 那这个厨柜的风格是非常明显的 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过一点点的接触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纳风格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是托斯卡纳的风格特别明显呢 因为它是这个庄重大气的风格 而我们可以从这款厨柜的上面呢 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造型呢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色彩呢也是用的非常自然的这个棕色 还有这个非常自然的木纹来做结合 当然呢一般我们在选择橱柜的时候 除了选择它的这个外观之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实用性了 那耐用也是它的一大重点哦 我们要知道橱柜我们每天都要用的柜门 我们要开关很多次 所以呢在选择橱柜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这个五金剑是不是符合标准 一般来说呢好的这个橱柜呢 都会要求用这个至少是这个百龙以上级别的五金剑 你要知道不管你是选择再好的台面 再好的这个柜门 如果用着用着就掉下来的话 也是非常影响美观的 那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刚才介绍的那一款呢 太过简单了 我喜欢稍微复杂隆重一点的 那也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款 那这一款呢它是一个典型的美式乡村风格 那它这个系列呢叫做是西台 那这个名字呢是源自于一幅油画 就是说这个阿波勒和维纳茨 他们谈恋爱的一个小岛就叫做西台了 那所以呢为了突出这种浪漫温馨的感觉呢 它在这个装饰方面就有特别的考究了 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个餐盘架 它是用了这个花柱作为装饰 而旁边的这个柜门呢 也是用了比较多的这种镶嵌玻璃作为装饰 而且呢比起刚才那一款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柜门抽屉门 以及这个五金剑的部分呢 都要精致许多 那为了凸显它的这个美式风格呢 它用了这个绿色这种比较自然的色彩 作为它的主色调 我们现在要把厨房当成一个真正的房间来看 对啊 但是如果你现在觉得 我们家厨房是不是要改一下 对不对 我也要那种黑色浪子的那种 或者是我要去那个维纳斯跟那个 西台 对啊 你都可以来来这边来挑选 你们家不管你们家是大 你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大啊 没关系可以按比例说小 对而且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我想要什么功能配什么功能玩 对啊 就是可以自己定制的 对啊包括这个台面都可以 那大家如果观众 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过来这个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来让我们帮您要这个特惠 对 好可以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拜拜 好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节目最后 只做健康成实木家具的百木之家 再次提醒大家 天房产天天见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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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